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聊一个关于书法练习中的一个坑 这个坑是我们小的时候听到的 书法呀 我就练就好了 天天练习 认真练就没有练不成的 当然这个事说起来也有道理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 其实有老师不给你讲方法 就给你一本字帖 你就天天去练吧 我们那时候每天是要写一篇字 但是时间很长也没有练成 所以后来我在想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 当然我们当时班上也有同学 人家就写好了用这种方法 所以老师觉得你看我这个办法是对的吧 但对于我来讲 写了好几年也没有练成好字 我们后来就要分析 并不是因为咱笨呢 那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我会觉得仅仅是练这一点是不够的 练字最重要的东西叫走心 不是说这个你能坚持多少时间 然后特别刻苦的训练 如果不走心 如果不用心 如果不认真去思考 这个练字其实往往是事倍功半 甚至没有太大成效的 所以这个在有一个词啊 叫务后起修 就一定是你得观察分析 有所感受 明白了这个字的结构和一些具体的诀窍 然后你再去练习才真正的有意义 而这句话和论语中说的学而实习之 不亦悦乎也有关联 你必须先得学 得有人传授你他的方法 或者你自己通过我们临摹 去观察人家中间的一些结构的技巧和诀窍 然后我们再去习 这样的话才会真正的快乐 否则的话没有学没有观察 就一味的自己拿着笔在那吭哧吭哧的练 其实第一也没什么可快乐而言 第二个真的也未必有什么效果 尤其是如果不灵帖不去仔细的琢磨 就自己瞎写越写那个字就越俗气 这是我们写字特别需要规避的地方 好 今天跟大家聊到这 谢谢大家